你們還有住在一起嗎 當然沒有 那你送給他那個戒指 沒有退回來 去年他被拍那個事情 有沒有對你們這段感情造成影響 所以你現在有新的對象 現在心情還好嗎 嗯嗯 很好 你們還有住在一起 當然沒有 是你搬出來還是他 我搬出來當初我搬出來 這是他買的 所以分手是你提的嗎 沒有所謂什麼CT啊 誰的 就是差不多聊著聊的感覺 你們好像是共識有點不太同步 結婚這一傳 對未來的方向 對然後 他的感覺好像是 你這邊會比較想要 介入婚姻 但他就覺得要再換換 嗯 就我們聊在這個 如果沒有要往下一步走的話 不如就先不要 耽誤彼此 我自己這樣覺得 因為畢竟我們年紀又不小 就是我們會想要說 欸看看換個方式 換個方式相處 應該是這個講法 最難過就是會 當然會睡不著啊 也會喝酒啊 去年他被拍那個事情 有沒有 對你們這段感情造成影響 太好 沒有沒有 嗯 我們兩個的想法就是 比較一致在於 我們現在想要先把 經濟方面做好 那你送給他那個戒指 沒有退回來好不好 沒有 就是 就是流水 哪有人會拿回來啦 還是說變成像親人 算很好 很好的朋友 說親人也其實也可以想 就很好 沒有 因為我跟他認識十年嘛 當然會留戀啊 這 就是這麼久怎麼可能不留戀 這種感情是不可能說斷就斷的 而且我們又不是說交惡的狀態 嗯 我們是 和平的 離開 那就當然還是我們還是會聯絡 聯絡什麼事啊 公事 公事啊 或者是他有什麼事 什麼狗啊貓要幹嘛啊 就怎樣幫個忙啊 最近是拍到有 新的朋友 你說誰 你說比雄哦 是不是香江比雄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朋友啊 就帶回家一色而已 就帶回家一色而已 沒有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開玩笑啦 有沒有可能會進宅 你說斷比雄哦 不可能 大家朋友一直出去而已 我們都在同個健身房 然後 一起吃完飯 吃完飯再一起按摩 就是同樣一個行程 剛好大家今天都沒事 所以你現在有新的對象嗎 沒有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35 37人 然後還在講這件事 就表示你們兩個真的 不適合走下去 也不一定吧 有些人在一起20年才結婚啊 我是想說他是還沒遇到那個真命天子 對 也不一定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 說不定那個真命天子還是我啊 他可能 要再想 仔細想想看或怎麼樣 或許是 我的真命天子也是他啊 我只要再鬥一圈 這些都緣分 所以你們兩個沒有排斥啊 沒有排斥 我覺得這些都緣分啦 他也許 一個月後遇到一個很很棒的人 你馬上就要結婚了 那也有可能啦 我覺得這就是緣分 不過是說 他遇到下一個東西 比你還擊敗的 不會 是一個 我突然變鳳梨 哈哈哈哈哈 也許不是他是 是我啊 那下個月結婚是秘雄嗎 哈哈哈哈 我希望是 朋友 白癡喔 不會啦 朋友 有 有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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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